大家好 我是Yun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移民的一些小見解 但絕對不是教大家移民的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因為最近我在看書 在看這本《通往財富之路》的書 我發現了第一張有一個圖像 就是挺適合 如果大家來之前設定了的話 應該會舒服一點 或者可能是移取一些不安 對 可以移取一些不安 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個的未來圖 但現在這個鏡頭反轉了 我其實已經弄了一個PowerPoint 我會展示在這段影片裡給大家看的 而且我自己最近在玩 什麼在玩呢 就是我在這個身心靈上 得到很多啟發 也知道了很多東西 我也將會成為一個靈性的導師 但是怎樣也好 我也是很喜歡分享的 或者我覺得我知道了 或者我領略到的一些東西 分享給大家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好的結果 我就覺得都很開心 對 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這個小見解 首先我覺得大家是需要真的想清楚 有一個正確的思路去想清楚 是不是真的要離開香港 第一 我覺得如果大家真的決定了想移民 或者移居也好 或者去一個新的地方去發展自己也好 我覺得你首先有一個信念就是 你有一個更好的生活 當你離開了香港之後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就會帶著很多不安 恐懼 去到一個地方 就是 你又可以反過來 反面地說 其實這些是正常的 其實是正常的 但是 如果你有一個 心理準備 或者有一個 心理建設 之後 你會好一點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自己最近就 研究一些新心靈的東西 最近也很興奮一句 就是 前意識就是影響實相 如果你來的時候 帶了很多不安恐懼 覺得會很辛苦 其實你來到 真的會覺得很辛苦 因為 始終你去到一個新的環境 如果你真的完全 沒有在你出生的環境 以外的地方生活過 其實也有很多事情要去適應 我建議大家 就可以有一些心理的準備 可能覺得自己會有更好的生活 移民 所有的事 是不會難倒自己 還有 我自己是有信心去解決這些事的 可以做多一些這些 心理建設 第二 就是 多問一些自己的問題 譬如 為什麼要離開 問清楚自己想要什麼 因為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 清晰的思路 就不會在一個浮浮沉沉的狀態 一直徘徊 因為我自己 其實 是 頭一年 特別是頭一年 真的有那個浮浮沉沉的感覺 但是 因為 自己也真的很確實 是需要 離開的 因為 不是說一些陰謀論的事情 是真的 自己的心理狀況 甚至乎 身體 都出現了很多問題 就是 面對很多壓力 是真的 自己 書解不了 還有 也有很多 自己 原本 原生家庭的一些 情緒 都沒有釋放 所以 我是 總之 就是 在一個很辛苦的狀態 也找不到自我 等等的情況 所以 最後是 離開的 我原本 都沒有想過 是來英國的 我打算去一下其他地方 純粹發展一下 但是 因為可能 都有跟家人商量 距離就覺得 英國會是 好一點的選擇 或者是 如果是 可以一家人 這麼同 進退的地方 就會在英國 那我當時 自己也有妥協到的 那我之後 也有 會再講一講 第三 就是 你要 清楚自己 那個 Status 例如你香港的 Status 究竟是怎樣 我寫了一些 譬如 朋友 技術 工作 家庭 hobby 你自己個人成長 這樣 如果你可以 列出出來 那其實 就是幫助 之後的分析 那第四 你自己 理想的生活 是什麼 我覺得 都可以 我建議大家 真的寫一寫 因為 有機會 你 選擇 那個地方 或者別人建議你去 選擇那個地方 未必 跟你理想 生活 是 符合的 對 你可以先寫一寫 因為這個 真的很重要 影響了你 譬如 你會 留在 那個國家 多久 或者 那個是一個 中轉站 還是一個 終點 其實都是一個 很大的因素 我建議大家 去寫一寫 你不需要 就著 你想去的國家 而寫出 這個是 你想生活 是不需要的 可能你就是 寫回 早知你想要的 東西 下去 是不是很空泛 我們說 就是 你是想要 怎樣的職場 你想要怎樣的生活 等等 你都可以列出來 因為 都是有助你 之後的分析 大家覺得 好像說這些 很不實際 但是 因為你寫了這些 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要去怎樣做 你才可以 實踐得到 如果你所有事情 都不清不楚 來到都會是不清不楚 那 你要花很多力氣去找 又要適應 又要應付 環境也好 人際也好 很多問題 真的要去處理 如果你真的 可以寫到的話 我都建議大家去寫出來 那第五 這個也是 很重要 和相對困難的事情 就是 你寫下 你將會 give up 什麼 例如 你離開香港 有些事情 可能帶不走 有些事情 或者是需要放棄 其實很簡單的說 可能就是 和朋友的相處時間 你沒有可能 你身邊的所有人 都會去離開 出生的地方 譬如 又或者是一些 父母 可能他們 已經 真的沒有氣力 或者不想離開的話 只是你想離開 其實你就可能 要give up這些事情 你要 嗯 你真的要問清楚自己 是不是真的可以 放下 你自己擁有的東西 就是你現在 自己擁有的東西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放下 就是 就算未必真的完全放下 你 問清楚自己 會不會有一些 舒服一點的方法 去做的 或者是 prepare 去應付你這個give up 就是好像 如果 好像我這樣 二十幾歲 就是 差不多三十歲 我也不是很想說這個事情 但是 也要說的 就是 就是 我自己 在香港其實也有很多朋友 然後 幸好的是 我是跟家人一起來 然後 我是真的少了 很多 跟朋友相處的時間 大家要有時差問題 可能 我找他們的時間 其實是他們正在睡覺的時間 我自己有時候是會覺得 糟了 你已經是半夜了 不要傳這些信息出去 免得阻到人 但是你 想起發信息的時候 可能 經常都是 他們的半夜時間 或者是他們的清晨的時間 他們的清晨的時間 可能 對方也要上班的 所以 那個交流 就會真的有一些時區的限制 令到 斷絕了 但是 對於我來說 也有兩者看 我自己都 做所有事情 我都是看兩面的 我不會只看一面的 譬如我聯絡不了我的朋友 之後 我就 慢慢自己 懂得去找答案 就是 去解決一些 情緒問題也好 生活上的問題也好 也都會學懂得 怎樣 自己娛樂自己 不會只會 去社交 找朋友 這件事 有兩樣都有 現在 我覺得是我最舒服的狀態 可能不是你舒服的狀態 千萬不要套 套下去 我再說這個 我覺得是困難的 大家可以寫清楚 以及真的寫清楚 那個 有什麼方法 令自己 舒服一點 去面對這些事情 我自己很喜歡看Youtube 可能Youtube 上面也聽到 不少一些家庭 來到之後 因為可能沒有工人 家務 分配得不好 或者在家庭貢獻方面 達不到共識 然後有很多爭執的狀態 我也有遇到 也不完全是朋友 可能是朋友 也有一些離婚的情況 那第六 那第六 Build up和adapt的事情 其實這是非常簡單 要去做的事情 因為可能你來之前 你已經知道 要去面對這些事情 所以你去應付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是會相對更加難 反而是你忽略了的事情 你沒有去做 沒有去建設的時候 就會變成是很難解決的事情 這些build up和adapt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 我就不多說了 還有這些所有的問題 你上Youtube 所有人都在說這些 所以我不特別說這幾樣 第七 就是communicate 那就是要 真的要跟你家人去商量 還有甚至乎是一些小朋友 都要去商量 我自己家裡來算 對啦 因為是 我自己想先走 然後 我是想帶我妹妹 之後呢 我弟弟呢 又想來 那 我哥哥就沒有意見 那跟著 我們是 是真的有問清楚 大家是不是來 想不想來 或者是怎麼做的 是 都挺團結的 你的時候 那個情況 真的要談清楚 你或者 不想來 或者原因 要體諒的位置是在哪裡 都要去處理清楚 我之前一開始也有說到 其實 我不是想來英國的 只是我家人覺得 來這裡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那我自己 都 不是說太抗拒 所以我都選擇了你 不過 最好的位置就是 我自己就讀旅遊 那 我一向都喜歡去旅行 就是 不會覺得 我在英國生活也好 我去哪裡生活也好 其實對於我來說 其實那個 情況 不會相差太遠 我不會覺得 很不適應 其實 最主要就是 找到 自己舒服的位置 在哪裡 你做什麼 都會變得舒服 這個再說 對 溝通 或者去商量這些事情 其實 就不容易 但是 真的 真的要去做 第八 就是要準備 這個也是非常之簡單 譬如你的情緒 錢那些不說 對吧 情緒 還有你 需要一些資料搜集 那我都 希望大家 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盡量全面一點 還有你都 如果是真的有一個意念 是想 離開的 你便嘗試多問一些不同的人 Youtuber 也好 或者是一些群組 加入一些Facebook群 TG群 都可以去問別人 其實都有很多熱心的人 會解答這些問題 還有就 嘗試多一些 不要只是聽別人說 就是自己 嘗試一下 上網找資料 因為 如果你就是 接收到片面的資訊 很容易就會 行差答錯 對 現在就是 講個人層面 的那些事情 就不是講錢 因為 假設你 一個成年人 如果你是 要去做一些移居 或者移民的事情 那這些錢 準備好 都 都合理 對不對 講這個心情 那 ideal的情況 就是 你在香港 就在一個安全感指標線上面 或者你在一個 在那個交叉位 總之就是很舒適的位置 可能因為一些大環境 或者想更加進步 令到自己 所以就選擇離開 那 其實也不一定在英國 純粹是一個 我在英國就擺那個旗下去 可能是其他國家的 大家不用這麼執著 對 然後 那 就是 你來到 你去外國 可能你自己本身 有在外國 住過的經歷 或者你之前在外國留學 你對於這些安全感的定義 你自己很清楚 你一來到 其實你已經可以 將自己 安置在一個安全感的狀態上面 對 那這個就是最ideal的 就是你去哪裡都好 你都不覺得是有問題 或者是 有什麼轉變的 或者那個轉變 對於你來說是很miner的 那就是ideal的情況 那現在在說就是 很多人 有 這個恐懼 對於這些 移民 或者移居 或者去外地做事都好 那他們 Fear of down down turn 他就是 可能原本 他就是在一個安全感指示上面 或者他就是在一個安全感的指標 那裡 然後 突然之間要shift去其他 那他一定是有很多不安的情緒屬語 例如 哎呀糟了 那些錢都花光了 找不到工作 家庭不和 文化不相容 理想於現實 不相符 生活質素下降 其實有這些很多的不安的 那 所以 怎麼去解決這些不安呢 我覺得可以透過我剛才說的那幾個步驟 你去分析你自己的情況 你的不安或者你的恐懼其實 可不可以解決到呢 就是如果是做了移民這個情況 或者移居這個情況的時候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應付到或者解決到呢 那其實 我覺得那個思路是會幫助到你去減低 或者應付這些不安的 那當然啦 如果那個不安真的大到 就是 你是真的完全不會覺得你在外地生活 開心過在香港 你真的不會做這個決定 我自己覺得 那之後呢 就是seeking for growth 那這個呢 都是我的一個狀態來的 就是我原本啦 就是在一個安全感指標線以下 然後呢 就想去 嘗試去 其他國家 發展 看看會不會有一些 其他出路 那 那 so far 那我來到這裡 那現在都找到一個安全感的指標線 所以我就在一個交叉位的狀態 那我也希望呢 是會繼續向上走的 那 這個都簡單 那 那 那第四個情況呢 就是 不理想的 是unprepared的 那你知道你自己在香港是不開心的 那但是呢 你對外國呢 有很多不開心的 那 那完全是一個 沒有安全感的指標啦 長期處於恐懼和不安的狀態裡面的 那 那因為現在呢 我就是 接觸著一些新心靈的事情 我自己 就 知道怎麼去面對一些不安 和恐懼啦 其實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呢 其實就是 他 不懂得設定他的安全感指標線 不要說不懂得設定的 或者他可能設定過高 就是有時候就是 有很多世界上的一些資訊 誤解 或者他不夠了解自己 去 去 令到他自己一直 處於一個不安 恐懼狀態 或者是 就是最 很老套的 這樣說一些新心靈 就是他自己的身 和心都沒有調好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情況 我都在這裡遇過的 所以 我就 不開名 其實也不是我一個親近的朋友 是 聽回來的 一個事情就是 他沒有 譬如他沒有EASA 他 沒有足夠的錢 但是他就是 有錢買來回機票 然後他就過來 其實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整件事 是沒有意識去 行走他的人生 我就不建議 如果真的你有這個情況 那我就建議就是 嘗試修新心靈 最後就教大家 解除不安 和解除恐懼 因為這個 將會是我之後 拍片 或者是 強化我的自我價值 的一個地方 對 那大家 正好聽就繼續聽 不正好聽可以 skip 了 那就是 如果大家都是處於一個不安 和恐懼的情況 我嘗試可以了解一下 這個人生四大之處 那就是 四個方向 其實都是要去平衡發展 其實你才會有一個 更加進步的成長 其實怎麼說 自我價值這件事 是 即不是那麼容易 就真的找到 這些事情 我真的 你問我 我現在 譬如沒有 打工 我沒有打工半年 之後呢 我才是領悟到這些事情 或者我真的放下了 很多很多事情 pick up 了一些 好的資訊 我才會 去到 現在 這個狀態 覺得愉快 也都 有更大的勇氣 去 表達一些 自己內心的 看法 或者領悟 是 對 那 如果 大家想知道更多這些 的 well being 的事情 可以追蹤我另一個頻道 就是 治愈小功課 那我之後呢 也會繼續 去 上載 很多 關於人生課題 啊 或者是 嗯 靈性上面的事情 因為最近呢 我就 將會成為一個 靈性導師 因為參加了一個 導師班 然後我通靈 都已經成功了 哈哈 很奇怪 神經病 大家以為我是不是看到鬼 其實就 有另一些解說的 有興趣 就去治愈小功課 那邊看 對 因為我也有拍了一段影片 就是講第三眼的 對 那這段影片呢 就去到這裡了 那希望 這個 想的思路 還有我看到的情 在這裡 看到一些人開心 不開心的情況 那個實況 是告訴大家 那大家去了解清楚 是不是真的 啊 適合自己 或者自己的狀態 適不適合去移居 或者甚至移民 或者去其他地方生活的 那這個思路圖呢 那我會放在 Google link 裡面 在 description box 裡面 那大家可以 再下載 去逐步地去 去 想清楚 自己是不是真的適合 如果這條影片 去到 如果有兩萬人看 我不會太心 我不會太貪心 對 如果有20K的話 我就會準備開 開直播 但是我 其實我還是在研究 究竟這些東西是怎樣設定的 但是 至少我現在是有 有 有 相機 有假 有燈 有螢幕 有螢幕 對 純粹是不知道要怎樣 然後 然後去進行一個 的 Live 和大家聊天 還有 因為我現在豐富了我自己的知識 或者 和人生 我覺得我真的有些事情可以和大家分享 對 如果是達到這個目標 我就會去籌備去做 在這段期間 我也會繼續拍片 去分享我的生活 和一些新心靈的事情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 李宗盛